提取民房弟兄伙伴 今年维护花莲治安的辛劳 日前举行了111年扩大队伍会议 继花莲县民房大队第一届县长杯歌唱比赛颁奖典礼 历经初赛复赛道决赛 20多位的参赛者最后是由秀林乡民房伙伴拿下了第一名 也期盼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来抒压民房伙伴们的平日工作的压力 111年扩大队伍会议继花莲县民房大队第一届县长杯歌唱比赛颁奖典礼 历经两周初赛复赛 26日在中华国小决行颁奖典礼 共计有20多位参赛者参加获奖 由县长学将为亲自揭晓第一届县长杯歌唱比赛第一名 要雇入民工 要民生乐力 最重要的是治安要好 所以我在这里要谢谢我们警察局 这柯正军副局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分局长以及副局长 以及我们同仁的努力 让花莲的治安在岛军低益 尤其是因为有所有的协议力的协助 无论是日间夜间或者是灾难而行 大家手把手一起走 我想这就是真会要感谢大家的 为什么要办歌唱比赛 我们各个老人会其实唱歌啊 大家自己有益于身心 而且每一个人其实做事的时候唱歌 跟朋友的时候唱歌 大家自己在想自己的时候也会唱的歌 抒发心情抑索解压抑情养养养性 看歌唱比赛 持判输解民房弟兄平日压力 并提起民房伙伴做好客人防疫 才能持续守护花莲治安 记得讲邦彦的好连事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